说起黄博想必大家都很了解,黄博的长相算不上诸咒,但是他还是依旧在娱乐圈混的风生水起,依靠的就两点,演技和情商。 倘若你仔细去观察那些在各自领域出类饱腿的人物,他们往往都会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情商高。 智商高,有一次严妮与黄博接受采访,开玩笑的对记者说,自己见黄博的第一眼线就是丑,知道要跟他演夫妻后,感觉自己走向了丑心的道路, 而在一旁的黄博立马回复道,跟你演戏,我感觉我走向了帅哥的行列。 这一句不仅抬高了严妮,也抬高了自己的颜值。 在2014年,马云和黄博同上了某当棒谈节目,黄博和马云两人,无疑都是各自领域内的翘楚,而且都有很好的口茶和极高的情商,社交能力更是好的没话说。 但这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访谈节目中,自然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来,马云和黄博同胎互砍,马云率先发言,也率先向黄博设好。 在刚开始谈话期间,马云就声称黄博是他的朋友,并以送黄博生意礼物为例子,表达自己对物流速度的期望。 黄博听后,以高情商注冲的黄博自然也是受宠若惊,立马回靠给马云一顶高貌,而且比马云说的还更在颜值幼物。 黄博说道,我最感兴趣的一点是,他能把所有人的梦想,装载到一个大梦想里,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共同的梦想,我听完就觉得特别了不得。 这句话看似浮夸但又巨巨,在里,无法反驳。 不少网友感叹,黄博情商是真高,由此可见黄博能爬到现在的隐蔽位置上,不仅仅靠着他不卑不亢,的努力还靠他高举,上高情商才令观众这么喜欢,对于马云跟黄博的这对话。 你们怎么看呢?欢迎小伙伴们留言、评论,我们一起交流。 大家如果喜欢娱乐类的文章,请给小编点个关注,以后会经常更新一些有意思的娱乐圈文章。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